你现在听的是圆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绿气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Hello 大家好 袁医生 心脏病其实都是一个很主要的健康上的问题 今天你和我们分享一位同类疗法医生 Dr. A. White-Smith 他在1962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美国同类疗法协议会里面的一些同类疗法刊物里面 而刊登了出来的 这个就是他一个同类疗法医生 他怎样去医治老人家的心脏病 心脏衰竭的一些记录来的 在这方面你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篇文章和你的经验 我最近在大陆深圳 那时候我都经常喜欢去做按摩 推一下油 我对身体整体的淋巴很有帮助的 我经常和我做推拿的那位治疗师 他前几段他就和我说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我就要回到家去家乡 因为他的爸爸就好像突然之间是有事 可能很危险 他通知我通知我通知 那我就可以了 接着他没多久他就再和我说 其实我不需要去的了 我爸爸又已经 即是仲仲在这儿 稳定了 那我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他爸爸是有心脏病 突然之间这个人就是没了力 心脏虚弱 那样的 但奇怪的是 他之前我和他聊天 他都说他爸爸妈妈身体很好 都成八十几岁的 即好像八十七岁那样的 那他经常都去行山 两夫妻去行很多小时的 那他让我看 当然他饮食方面都挺绝世的 那就是说一个 基本上他觉得 他形容给我是一个很健康的老人家 那为什么突然之间呢 心脏会衰退到差不多要接近死亡 那香港我们时不时有时都听到 有这样的报道都有 那你知道心脏病差不多是头三个杀手 如果你分开来计算是癌症第一 那中风和心脏病呢 如果加上是第一的 那就是心血管问题 那其实心脏病呢 相信很多人都认识的了 就是突然之间暴毙 那多数都是心脏病的而已 好了 那很多人都对心脏病的 同外疗法的治疗 可能都听都没听过的 那而事实上呢 在同外疗法呢 在祖延呢是有很多很多个案呢 是医治心脏病的 反而近年来呢 就少很多 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的工作里面呢 就是不是那么多一些心脏病的病人呢 是懂得去找我们的 那其中原因就是 因为现在有很多一些西弱呢 是可以控制可以禁止这个症状的 那大问题呢 在这些病人都觉得 哎呀OK啦 在吃药物啦 心跳那些不愧啊 之如之类啊 或者血压高啊之类之类呢 他以为受了控制 那所以他通常都不会怎么理会他的 但问题呢就是 往往呢就是这样的 当他长期吃这些这样的心脏药呢 其实那种心脏药呢 是对那个心脏有毒害性 是cardiotoxic的 那但是呢 表面上呢 他是可以暂时 稳定他的症状啦 但长远来说呢 其实他是毒害他的心脏的 那所以我见到呢 就算在香港也好呢 但是我历城都听过那些人啦 甚至乎我自己的舅父啦 叔叔啦啦 都是这样啦 有一次呢 他就突然之间呢 他又是这样啦 就是喜欢看西医那些的啦 就是在吃一些血压药啊 吃一些心脏药啊 那好地地呢 就约了那些 有些美国回来的宅宅去喝茶的 但是呢 跟着呢 没多久呢 就噗噗声 心脏病 就是碎蟀啦 嗯 就进了医院 那当然呢 很快呢 就过身了 那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呢 很多人所用的那些所谓 西药去控制那个心脏呢 其实呢 其实他本身是一种 对心脏有毒害的 那所以你经常用这些 这样的药物呢 去鞭撻那个身体呢 鞭撻的心脏呢 最终最终身体呢 就会全盘呢 就崩溃的 那一到崩溃呢 其实什么都没得够 是 那我们整天都看过 很多这些 在吃药的人呢 其实都是 最终都是这样过 心脏病犯过身的 好了 我整天都跟大家分享一些资料啦 那这篇文章呢 其实呢 是远在1962年呢 是先刊登在 当时的同类疗法的 一个杂志 叫做 Homeopathic Recorder 第55 Volume 52 第1到2篇 那么时间呢 是1962年1月到2月的 那么虽然呢 这本雜誌呢 我都有了的了 就是很久以前的 我收藏了的 但是这篇文章呢 在1985年5月呢 在American Homeopathy 一个比较 当时几年前呢 一个新的同类疗法雜誌 就再刊登 就是重复再刊登的 那么我觉得呢 很值得和大家呢 分享一下的 这位作者呢 是Dr.A.Dried Smith 本身是维西医 你记住呢 祖延的同类疗法医生呢 是很多是西医来的 他可能他读的医学院呢 都是给一个MD的涵头 那么其实他是同类疗法医生来的 好了 那么这位Dr.Smith呢 但是这篇文章呢 是聚述他的很有趣的经验呢 他说呢 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呢 那么他在那个 那个Methical Corp 就是那个 救伤救伤组那里呢 他工作啦 那么他当时呢 就要被委派去菲律宾群岛的 那么他当时呢 就先从那个三藩子出发啦 那么第一站呢 就先要去到日本 OK 由三藩子出发去 就坐船啦 当时呢 那么他说呢 就足足呢 坐了22日 那么他想了 他说呢 就是 这个船呢 其实呢 在22日里面呢 其实是没停过的 就是他不会在太平洋那里 停下休息 没有的 是的 22日呢 是不停地来到 来到 那个船的机器呢 就不断地在这儿移动的 但是他说呢 他想一下了 22日未停的 但是想一下 我们的心臟呢 他当时呢 33岁啦 那么他当时呢 就是他心臟呢 其实呢 是过去34年来呢 是未停过 停止过 是的 就是间断过的 嗯 好了 那么他说呢 这个是讲的 43年前的事来的 那么他说呢 现在呢 这43年来呢 我的心臟其实都没停动过的 就不断地 噗噗噗噗噗的 是的 那么你想一下呢 我们的心臟呢 是一个挺奇妙的器官 嗯 是不是 就是你看它 就是 因然 如因然 那样 在很多人里面呢 是不停地来到 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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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藏来沒有问题的 那么多十年年呢 是藏来没有问题的 虽然呢 很多的时候呢 都很多 就是很多 就是去到 一些人的心臟 有些时候 是过分的 的用力 过分的饮食 还有烟啊 酒啊 那有些时候呢 在我们的 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我们还吃很多些西药 那些西药 对心臟是有毒害性的 当然这个心座是我们身体的机器一部份 当然它一定会慢慢退化 就算我们任何的汽车里面的摩打也好 机器也好 都会慢慢有逃损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人造的机器 汽车的机器 的逃损是比我们的心脏快得多的 是不是 有没有一架车可以连续不断走几十年呢 不用停止的呢 只知道我们人造的机器怎么结实也好 都没有我们心脏那么耐心的 当然当我们的人一路年纪成长的时候 当然我们的心的问题是慢慢会出现的 我们最近 这个讲讲最近都不是很近 1962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发现很多关于心脏病那些问题 比较四五十年前 讲1910年代还多的 当然他当时说 因为那些人基本上是长瘦了 因为我们那个年龄长了 但是他说还有一个很主要原因 就是当时我用了很多很强的 很有毒害性的西药 那么这个呢 也都会不会呢 是因为我们以一个科学为名的医学呢 是用这些这样的毒药呢 是令到心脏病是越来越多的 这个是讲的 六年现代已经观察到的了 是 就是为什么早年呢 他说他早四五十年没有什么心脏病的 但是呢 在那六年现代已经开始多了 当然呢 他说那些人用西药是越来越多的 好了 他说我自己行医了同类疗法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我很相信呢 如果我们好好地采用同类疗法的配方呢 可以令到我们的心脏是正常地运作 还有呢 就是好过所有其他的新的 所谓科学的药物的配方的 OK 那当然呢 他当前有很多这些 就是在报章啊 可问啊 会看很多这些这样的广告的 OK 好了 他说回来呢 他说我相信呢 很多同类疗法医生下 虽然有一些很资历 很严谨的医生呢 都偶尔会用一些西药 或者去水丸啊这样的 但是呢 尤其当你遇到一些很严重的水肿问题 那么偶尔可能都会用一下的 但是呢 很少很少同类疗法医生呢 是觉得有需要呢 用这些药呢 就是长期 用这些病人呢 是长期用这些 那些就是那个 那个毛地王啊 Digitalis啊 那些去水丸啊 那些所谓新一代的药物的 OK 在同类疗法里面呢 我有很多的工具啦 那其中有一个叫做Critagus Critagus Oxycantara 这个是什么呢 是山渣来的 就是我们中文都很认识的了 山渣来的 还有也有一个叫做大花仙人掌 Cactus Grandiol Flores 这些疗疗 也都叫Digitalis 就是毛地王 那当然呢 同类疗法用的毛地王呢 这些疗疗法呢 和西若用是很不同的 好 那同类疗法所谓用的毛地王呢 是经过一个特别的制造啦 是不断的稀释啦 稀释到一个是数以千万亿万次的稀释的 所以和一般的西若用的那些毛地王呢 是完全没有毒害的 他说我自己呢 间中我都会用一个山渣啦 就是用山渣的疗剂来治疗 就是不是用山渣的丁剂 不是山渣的食物的食物 用疗剂 就是用那个稀释了疗剂 都很有效果的 有时候呢 我也都会用那个毛地王啦 但当然那个分能是很高的 通常呢 如果我遇到一个病人呢 心脏呢 是跳得很慢 OK 在这种情况之后呢 我都会尝试用同类疗法的毛地王的疗剂 至于这个大花仙人像呢 Cactus glandular forest呢 通常呢 是用丁剂 或者是低分能的 OK 当然啦 有时候呢 我们用高分能呢 可能你的效果更加好 那就是它讲回它自己过去的经验 那它说呢 它过去常用的疗剂呢 就是处理那个机械性的 心脏的毛病呢 通常我会用高分能的 比如我用什么呢 用一个叫做山月桂 英文叫做Calmia Lactiflorophilia 山月桂 有一个叫做Spigerium Spigerium呢 中文是赤金草 好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昨天所说的那个 大花仙人像啦 还有一个呢 就是黑寡虎 Graphaelicrodectus mectan 这个黑寡虎的毒 还有一个呢 就是眼颈蛇毒 还有身 山埃和轮 这些呢 它过去呢 是处理不同的心脏毛病呢 是经常用那个疗剂的 那当然呢 每个疗剂是应用的方法呢 一旦要根据那个药物的那个典范 那个Material Medica 来到根据配得对它 它说呢 我深信 如果那个病人呢 它有心脏病啊 高血压啊 或者其他不同的心脏的毛病呢 如果它是用一些好的同类疗法的治疗呢 是可以令到它们更加长命 还有呢 更加呢 令到它呢 是正常生活的工作 令到它们呢 就是会更加舒适 是所有其他的医疗的 好了 那么我也都深信了 记住呢 这位医生是做了49年近的经验啦 他说呢 我很深信呢 如果那些人呢 是一直以来 从小到大呢 都是用同类疗法的医疗的方法呢 他们呢 是会减低它出现心脏病的机会的 OK 或者呢 起码呢 是延迟它心脏病法的那个时段的 好了 很多时候呢 很多人呢 是遇到一些所谓急性的感染啦 那之后呢 就出现那个心脏病问题的 就是现在很多时候都是这么说的 你如果有一些风湿啊 或者喉咙发炎啊 那跟着呢 用一些抗生素啊 那些药物 按了它之后呢 它就变过呢 整天呢 就变成那个心脏病的后遗症的 那通常呢 它都说呢 这个叫做风湿性的 或者是那个喉咙发炎的 心脏病的心脏病 那其实呢 因为当时呢 它用的治疗这些这样的急性的感染的手法呢 是创造 导致呢 种出这些心脏病的后遗症的 你在现在的今前今日啦 其实你也讲得很久以前啦 那一般的医生呢 经常接收很多药藏的那些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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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本 那些新药的样本啊 这样 甚至乎呢 我最近刚刚有个病人呢 前几天呢 他都是那个医院里面做的 那他解释给你听呢 他说很多时候呢 药厂很大压力的 是推销给医管局 要他用些药 有个quota那样齐的 那其实在全世界的很多在西方国家的医生呢 都常常有些药厂呢 就会推销这些药物给他啦 也都给很多那些那些那些好处啦 比如你买药 配得你配得这样的话呢 那他呢 就会送你去某个岛 某个地方呢 去听一个所谓的简单一点的讲座 那其实呢 就是一个度假的 package 整家人都可以去的 那他说呢 他说通常呢 我有时候呢 间中呢 在这些紧急的情况呢 我可能呢 都会用一 用一阵间的 那但是呢 我发现呢 我用得越少 那个效果是越好的 OK 那通常呢 在同流疗剂 就是在那个心脏病的情况呢 我通常呢 比较用一些就是低份量少少的 嗯 刚才袁医生呢 你都解释了给他听 这个Dr.Smith呢 在他过往49年的行业经验的时候 那这个又是事实来的 就是都是见到呢 很多的西药方面的时候呢 那些人长期的用的时候 也都会影响了他那个身体各样的机能的 好 这一节的时间内都差不多了 一会儿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心脏衰老的同类疗法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二节原网题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心脏衰老的同类疗法 原生 上一节在文章里面也提过 Dr.Smith常用有几种疗疗法 相信在他的文章里面也有提到 他怎样处理那些案件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当然 这位医生就举例了 他过去治疗的个案 其中一个 他说有一个退休的牧师 他说被他照顾了差不多10年 最后他93岁就过身了 他说当时他第一次见我 他就告诉他当时有所谓的高血压 还有那个心跳是很慢的 这个问题已经纠缠了15年了 他是一个很开心的人 也很享受的生活 而当时他检查到的高血压 上压是差不多成250 而他的下压是只不过80 一个很大的相距 而他的心跳和脈搏 是差不多围绕40 好低哦 对 就是很低 他说是250 过去15年都是这样的 好了 他就跟他的太太说了 其实他应该很多 他应该老了就已经死了 是啊 真是的 幸好他的下压是可以的 80是可以的 最后他就有中风 结果他整个两个星期都没有来的 最后他有一个很严重的心脏病发 他当时他想着他应该过不了关了 对不对 那当时他说这个情况怎么算好呢 因为他都处理了很多年了 他觉得这个时候不如都和他安排一下 找一个心脏病的专家吧 因为起码他可以和他进行一个心脏的检查 再看看他的病历 当然他请回来的心脏病 安排的心脏病专家 也不知道这位医生 这位同学療法医生 是处理了他这么多疑问的 他说呢 那他最后一个医生的结论就说 他说呢 你继续用你的方法来继续医他 这个专家跟他这样说 他说呢 如果他用这些新的心脏病药呢 我相信他老了就已经死了 嗯 那他请回来那个 那个心脏病专家的结果就是这样 他说 Stone Smithman 你继续医他吧 你做得极好 如果我们去用我们的新药呢 他老了就死了 那而他当时呢 这个医生呢 一直是只是用同学療法的疗剂去医他而已 用高分能的 根据他当时需要的症状的 OK 那而唯一一个所谓 生理的药物呢 就是那个山楂 OK 这样 那山楂呢 可以这样说呢 一个基本可以用的 是一种强身的一种的工具 那双方很多人都知道 都听过山楂这样的 嗯 那这个一个恶案 好了 那第二个中国案呢 他也想提一提呢 他说有一次有感恩节 有一个早上早 那凌晨呢 他就被邀请呢 去见一个老妇人 他当时有很严重的心脚痛的 那他依旧呢 他就出诊了 他去到见到他之后呢 可以这样说呢 在那里不断的心淫 因为那痛呢 实在痛得很严重的 那当时呢 他就试过几个疗剂 那但是呢 都没有什么用 都帮不到当时 那而他当时的痛呢 是左边心痛 和手臂很痛的 那 那他说 哎呀 那为什么他也是这样说呢 对不起 我都没找到一个疗剂 帮到你 我又不想你继续这样痛苦 那不如呢 我就帮你打一打枝 妈啤 那样 那但是呢 那个病人女病人说的呢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打针 很快打针的 我宁愿死了 我也不想打针 那好了 那Dr. Smith说 那没办法了 他就唯有继续用 就是帮他找一个对的 跟他疗法疗剂 那才可以痛 那才可以痛 因为你知道呢 那病人在你面前 痛得那么辛苦 包括在那里 不断那么深淫 那你试过几个疗剂 都没效 那怎么算好呢 当然了 就是打枝妈啤 突然先打 但病人说 我不喜欢打针 我不想 我死了 你不要打多力了 那好了 Dr. Smith就唯有 再继续帮他想疗剂 那结果呢 就找到另外一种 就是那个赤金槽 Bige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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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给他的分量是10个M 10个M 即是很高分量的 很高 一般都是用30M 200C 30C 200C 1M 他用10个M 他说呢 用了这一剂之后 一剂呢 15分钟之后 他就睡了觉 很安静地睡了觉 那他住此之后呢 他一直呢 一段长的时间 都非常之好 就是康服都非常之好 那你想一下 因为我这么紧急 就是差不多 那结果一剂 是 最重要的 要找到一个正确的疗剂 正确的疗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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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虽然这么说呢 他说你很难呢 这些老化的心臟 是可以完全根治问题的 这样疗剂也好 但是呢 起码呢 你可以令他们舒服地生活 OK 而且是继继继继续工作 是继续工作 工作的时间 就是比较远一长 是企业的方法 OK 那他再是两个其中的例子 那其中一个呢 是一位CS 一个女士来的 67岁 他在Dr. Smith的照顾差不多成八年了 当时他也有心脏病和高血压 而他的心电图发现 他有很严重的心脏已经被伤害了 还有很严重的心血管 冠状血管的退化 心脏硬化 但是他继续在Dr. Smith的照顾之下 他继续去工作 直到他两年前就正式退休 一直都非常好的 在他的情况下 Dr. Smith用了什么疗剂呢 他用了Parsatella 母公英 Tubeculinum Tubeculinum 是肺炉的疗剂 Nuxmoshata 这些是他曾经在不同的情况下 他用了这个 Nuxmoshata 是什么呢 是肉豆球 Nuxmoshata Nuxmoshata 就是眼睛蛇毒 黑寡虎蛇毒 赤金草 Kelmia 鱼 鱼 鱼 其实在他照顾这个病人里面 他在不同的情况下 他需要用不同的疗剂 他过去这么多年来 他就试过用这些疗剂 全部是高分能的 在这些情况下可能是200C 1M 将他保持生活得非常之好 好了 接着他说另外一个案 这位是J.A.W. 76岁 亦都经他处理心脏病 已经超过10年了 用心电图 也发现心血管 出现了很多问题 还有心脏本身 已经有很多破损的地方 但是他继续工作 因为当时他属于一个宗教的团体 这个宗教团体通常是没有牧师的 不是靠牧师 是靠那些教友是自己讲道的 他当时就说 我要去 76岁了 我去英国去教会活动 当时 Dr. Smith跟他说 你去没问题 但你记住 不要去那边去讲道 因为他知道这位病人 是语言天才 语言说得很好 是一个很好的演讲的人 他已经知道 他去那边 那些人一定叫他去讲道 结果他真的在那边死了 他发现发生什么事 原来这位76岁病人 严重的心脏病 他去英国之后 他每天都去讲道 每天都去讲道 直到有一天 就直接崩溃死亡 因为太过 不能休息 就是粗劳 是的 他真的太过粗劳 不听医生话 他过去用什么疗剂呢 用几种 黑瓜虎毒药 China Athinicum Athinicocosum 石虫 Lycopodium 南美石毒 这些是他的疗剂 他说 这些过去 他说 其实很多医生 很多时候 停止工作退休 原因很多时候 因为他们有心脏病 医生本身有心脏病 有一个医生曾经 在医学杂志里面 去查一查 那些所谓医生的死亡 那些叫什么 那些腹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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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长十年 就是普通的医生 可能70岁 铜维俄治疗 铜维俄治疗 是平均的 是80岁 okay 那和呢 铜维俄治疗 而且铜维俄治疗 很少会退休的 就是 总之他有 就是他的健康还好 他会继续做的 OK 那我们相信 一般铜维俄治疗 铜维俄治疗 的工作时间 是比 普通的医生 是长十年 可能一本醫生60歲退休 同類醫生平均要70歲才退休 他見論說很多時候 我經過這麼多年在同類療法的行醫 他在說幾年了?49年 這樣比我多很多年 我只不過36年 他49年 他說我深信同類療法 是照顧這些老人的心臟 是遠遠好過其他的方法 他用其他方法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 你會活得長一點 你會繼續做你喜歡做的工作 你會享受人生 是遠遠多過其他西藥治療的病人 我相信應該都是 根據Dr. Smith的經驗上來講 剛才幾個個案 病患者 人生老病死一定會有 但是在過程之中 現在看到 經Dr. Smith的處理 他們所有的心臟病 心絞痛 高血壓 其實他們都可以 是活得很輕鬆的 也都可以 將他們一般的壽命延長 甚至乎一個心臟病的專家 都叫他們 你繼續都是要用的 因為他們接受不到這些 身體根本不可以負荷接受西藥 那些殘害 因為傳統的西藥 都是有一種有毒性的 對心臟有毒害性的 所以同學療法的醫生的經驗 他照顧那些心臟病的病人 是遠遠是長壽過其他 用其他方法去處理心臟病的病人 好 這一節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待會我們回來 繼續我們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就是 心臟衰老的同類療法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嘩這麼好啊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阿姨婆啦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三節原網題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心臟衰老的同類療法 袁仙娜上兩節 我們有聽過Dr.Smith的經驗 但實際上 在同類療法 如何處理心臟病 心臟衰老的問題呢 在我自己在行醫36年裏面呢 我們都遇過不同的心臟病的病人 包括年輕的那些 有些因爲心反的問題 或者心漏的問題 也有些年紀大的心反推弱 或者整個心臟退化 我們都遇過不同的程度 在同類療法裏面呢 我們很多時候呢 是發現呢 你未必是一定要需要 那個心臟病的本身呢 是完全康復的 因為呢 你最緊要呢 你要看到它的功能方面的改善 OK 就是我遇過一些病人呢 他可能做一些心臟退化 或者那些不同的檢查呢 他的心臟那個問題呢 就是還在這裏 但是呢 經過我們的治療之下呢 那個病人呢 是覺得很好的 很舒服的 那我記得有一個病來 都很幾年前的了 那這位是從中國大陸過來的 那他媽媽帶他女兒 那他女兒呢 你見到他的時候呢 那他就是 他的臉是青青的 那就原來呢 他有那個心反的問題 就是開合的問題 那心漏了 那他就變了呢 就平時呢 就不用上體育課的 因為老師知道的心臟問題 那你見到他呢 就是沒有什麼力 很容易武器 那當然呢 那他 就是一般的西醫建議呢 就你要開刀了 有一個 有一個所謂那個 那個window of opportunity 就是經常跟那些病人這樣說的啦 就是你一定要去 去早點去做啊 那要不然呢 就會 就是做到都沒有用的啦 那當然那個病人的媽媽 就是聽到這些話呢 當然緊張啦 那但是你都知道呢 你的心臟不是那麼簡單的 開個心臟呢 整個肋骨要切斷去 打開的 是很大的創傷的這樣 那你記住呢 往往呢 不是做很多手術就好回來的 手術手術 跟著就長期用藥的 用一些薄血藥 那一輩子用下去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如果那些病人知道這個問題呢 都希望不會做 當然啦 他不知道有其他更好方法的 是 那幸好這個媽媽呢 帶這個女兒來啦 那我就用那個 和他療法 療劑給他 我記得用那個是 那個眼鏡蛇毒 因為眼鏡蛇毒呢 對那些年輕的人的 心反的心臟病呢 是效果很好好的 那我用了這個方法 那當然呢 我也都有山渣啦 有了一些 基本的營養補充劑啦 強化的心臟呢 那這個小朋友呢 過去幾年來呢 一直非常之好 去了一家寄宿學校 那很多人要照顧自己 那他一般的那些運動呢 他完全可以參與的 嗯 他可以做回一般的 一般同學做的那些運動的 那當然啦 他最緊要呢 他就是要堅持去保養住 那起碼在功能方面呢 他是一路一路 就是改善得很好 比他以前的情況更好 那我也都有些是 就是比較年紀大的病人啦 那通常呢 他們心臟差到呢 就是過來診所 走幾條街都沒有力的 就是沒有氣 通常都是這樣的 很喘氣啊 是 看到他的臉很青的 那樣的 那我也是用他的同學療法呢 加上他的基本營養素啦 那他也是改善得很好的 那在我經驗裏面呢 我雖然不是說 很多很多這些這樣的案例呢 但是基本上呢 如果那個病人呢 是沒有用著西藥 或者過去沒有用很多長期的西藥呢 當然沒有被人開了刀啦 開了刀也沒有什麼再做到呢 我們基本上呢 我的成功率呢 我暫時來說呢 我都還未記得有什麼失敗的個案 那當然啦 這個要長期做 要長期處理著的 那就算你用西藥都好啦 你都不會開了刀就沒事啦 還要吃多一點 是就吃吃到你一輩子的 那與其是這樣呢 不如用我們的自然療法 那種療法來幫助更加好啦 那所以呢 在我們的處理 那個病人的時候呢 我們很重要呢 就是他的功能方面的能力 就不要太過緊張呢 他的心臟聽到很多雜音啊 我有一些 我有一個病人 很大年紀的女人 他的心臟聽到她呢 就是哇 很吵的 很吵吵的 就是很多雜音 那當然呢 他們叫她做 用心臟起泡器啦 那當然呢 很多病人都希望能夠避免 可免執免 那結果我也是用 主要那時候呢 我用很多營養補充劑給她的 那她用了一輪之後呢 她覺得呢 她氣又好回到啦 帶她兒子呢 由菲律賓 例如香港啊 參與我們帶她去玩啊 她都做得很好的 那但是呢 你聽回她的心臟呢 她的摘音仍然有的 仍然在那裡的 那其實呢 很多病人呢 就算她在用西藥都好 她的摘音仍然在那裡 那是有的 那是有的 那只不過呢 她用一些有化學作用的藥物呢 來感受那個症狀 而我們呢 就用同學療法的療劑 很溫和的方法呢 那我發現呢 在我的處理之下呢 年輕的那些 有時候我遇到的好寶寶那些 寶寶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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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那些寶寶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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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機會他自己也會痊癒 但我相信如果用同類療法去處理這些 小朋友 嬰兒 這些心臟病 他的負荷機會遠遠多 多於好過你要去開道 通常他除非太嚴重 一般西醫都不會和寶寶仔開道 除非他真的很離譜 但我覺得遇到這些情況之下 大家應該先考慮 先用同類療法 先用黃色的醫療 大家最近在報章沒看到Prince Philip 他遇到車禍 原來他是自己開車 90幾歲 好像97歲 他看到97歲 他自己開車 他說他突然之間的光很殘眼 他看得不清楚 就跟人撞了一趟車 車翻了身後他都OK的 就受了害怕 他這樣說其實我都很有心同感受的 因為我曾經去英國參加我兒子中學 我記得在倫敦駕駛駛去西面那裡 那條路是向西的 是會殘眼的 那天下山的時候 太陽很殘忍 很殘忍的 你要去遮擋 擋擋太陽那塊東西 你要在那裡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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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当时那班医生都想着 哎呀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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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开刀吧 花副产纸 但是 幸好同学疗法 英国王室 维多利亚女王医里 一直都有同学疗法医生 在他的医疗团队 是不是 因为他不会只有一个医生 有同学疗法医生 当时这位医生叫Sir John Weir 他就说 等等 不要这么急 试试用我的方法 用同学疗法方法 就给了英女王一劲是星麻 好像是Colophyllum 星麻 一劲200C 很快就查理斯王子 迅产出来了 所以 英国女王查理斯王子 一直都很推药 和他疗法 当然了 在治疗里面 我觉得功能是很重要的 不要经常被人厌了之后 说那个发言的报告 心电图这些问题 如果你的心脏感觉良好 他人舒服得好 其实你就可以继续 就不要做一些毒害性的医疗方法 因为我发现 其实呢 就算你开了刀也好 吃了之后 其实你那个病理的问题 其实都不会怎么改善的 OK 好了 在我们的同学疗法里面 我们医治心脏病的疗剂 是过去累积很多很多经验的 我们会有很多心反的问题 或者心血管的血管流 或者那个心膜炎 或者是那个心脏本身的内膜炎 其实多多种类 有些是吕风湿性 好了 在我们的医疗里面 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疗剂 其实呢 我们所用的那个 毛地黄素呢 其实是和我们疗法开始先的 那当然呢 当时的西医呢 都采用这个药物 但是呢 它们是用一种大剂量的 是一种原本的物质的剂量的 但是和他们的疗法呢 就不是这样的 是用一些是稀释了的 那因为呢 Digitalis 这个常用的西药呢 心脏病药呢 其实本身呢 是对心脏有毒害性的 那所以呢 就很多时候 这些人用了一轮之后呢 就越来越差的那样的 那当然啦 适当的运动很重要 那但是如果有些人的心脏 真的太弱的时候呢 你叫它没能力运动的 那你都要慢慢地呢 就是要它多一点走路啦 最简单的就是走路啦 那我很多的病人呢 初初都是的 那时候呢 差不多要坐轮延进来 要有人扶住进来的 那到它治疗了一段时间呢 它根本可以走路啊 走山啊 做神运啊之类的 那所以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呢 和它疗法 对那些心脏呢 是非常非常之有效的 好了 那我有时在同学疗法呢 有很多疗劑啦 那我们要对付不同的症状的需要啦 比如有的时候呢 比如有些疗劑呢 那病人本身呢 就有一种焦虑感的 心脏附近有一种焦虑感的 甚至乎呢 有一些人惊慌的 当时半夜生间 突然之间呢 那心脏呢 是很惊慌的那种感觉的 那种感觉的 那也有的时候呢 那心脏症状出现的时候呢 那病人呢 那他就快死了 就是快要死了 那你可以看到呢 那有些病人呢 是很担心自己的心脏病 那在这种的症状之下呢 有很多不同的疗劑啦 那也都有这些情况呢 那病人呢 就有 有心脏的问题呢 同时呢 就有缓云的 就是天旋地转的症状的 那些病人呢 有心脏病呢 也都有蛋白尿的 那也都有些病人呢 是咳 他为什么咳呢 就是因为心脏病的 引发的咳 就是我们很仔细 要考虑不同的地方的 那也都是 有些情况呢 就是那个 那个 血管扭啦 Aneurysm 因为血管起大扑啦 薄了啦 是可能随便会爆的啦 那也都有一些呢 那个心脏呢 是是扩张啦 那也都有一些是因为 那个心脏炎啦 是造成它水肿啦 OK 那也都有一些呢 是那个心脏 那个脂肪性的退化啦 那也都有一些呢 是感觉心脏呢 是很脏脏的感觉啦 或者是本身呢 心脏呢 是肥大起来啦 那也都有一些呢 是因为心脏发炎啦 或者是心脏内膜发炎啦 或者呢 是风湿性的心脏 大家听过 有风湿性的心脏 也都有一些是外膜性的 那很多时候呢 就能听到那些 所谓的那个习音啦 Mumor啦 OK 那也都有一些呢 因为跟肺都有关的 成为呢 那个人呢 是有水肿的 是跟肺相连的情况 那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觉得呢 心脏呢 有些压迫感 那当然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的感觉呢 他那个手臂 也就是上臂 左边呢 是通常有一些麻木 那这些很典型的症状来的 是 那也都有为呢 因为心脏病呢 而导致呢 他那个整个人呢 是有水肿的 那大家看到呢 我们要考虑很多 当时病人的感觉 那个症状 OK 那我曾经跟大家看到呢 这位同一疗法医生 当时用过不同的疗剂 那其实他用过几只 包括那个山楂 那可以这么说呢 在同一疗法来说呢 山楂是一个基本性的 保心脏的工具来的 尤其是对年纪大的人 OK 那在这里呢 通常呢 譬如可能是心肺的问题 而导致他那个 呼气 就是气喘 那也都可能呢 因为心脏的肥 那个脑膝 而导致呢 突然之间好像弱了 那样 好像我那个 刚才所说的这个 这个 那个人 他爸爸就是这样 突然之间 他很好的的 以前说他怎样好 怎样好 那突然之间呢 他弱到呢 就收了很多磅 没有力 就是心脏肥 那其实呢 这个的 山楂呢 对他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那 山楂呢 应用你 比如有时候 一些人 一些活动 一些活动 一些用力就累了 那个人呢 觉得很软弱 和有缓云 OK 那这个时候呢 就因为那个心脏呢 觉得有一些 有些 有些针刺的不适 导致他睡不着了 OK 那所以除了之外呢 对心脏肥大啊 心反性的问题啊 心脏有摘音啊 或者 最美期的 就是心脏 来最拉屎那里呢 其实都可以帮他的 那也都有他的 他的症状呢 就是心跳 不一定的有种感觉的心跳 一般人呢 心脏呢 是不会觉得心跳的 不应该感觉到的 你心跳不应该感觉到的 是 但是如果遇到这个 的情况呢 这个的 山楂是一个 很好的形状来的 好了 另外一种 就是用那个 那个 大花仙人掌 大花仙人掌 是一个很有趣的症状 它是助理一些 心反性的问题啦 雜音啦 还有呢 心脏有很多压迫感的 但是 大花仙人掌 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呢 就是这个症状呢 就是你的心脏呢 就是你的心脏呢 好像有个铁手腕呢 是固住你的心脏 那种痛呢 好像有些 有个铁腕呢 有个铁环呢 是固住你的心 固住你的胸口 是 固住你的肺部 導致你是不能呼吸的 那如果这个症状呢 好像有个铁环呢 是固住你的 这个就是 那个 大花仙人掌 这个是主要的症状 好了 那牟地王的通常症状呢 就是随着一般性啦 他人觉得累啦 温温等暈啦 以及有时作梦的感觉呢 那个牟地王呢 这个主要的症状呢 就是他觉得呢 他那个脈搏呢 是比较慢了一些的 就是異常地慢的 那当然呢 心脏衰竭呢 都有这个这样的症状 那还有呢 那个病人呢 感觉呢 他慢到呢 他的心脏呢 是随时会停止的 就是如果他一动呢 他就会停止 他不敢动的 他不动的 他觉得呢 我一动呢 我心脏会停止的 那如果有这种症状出现呢 那那个感觉 那个Digitalis 那个牟地王呢 那是一个应用的療剂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 那个生月桂 就是这位医生常提及呢 那生月桂呢 Kelmer呢 通常用的是什么呢 因为风湿 因为风湿性 而搞到那个心反 就是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呢 因为有风湿问题 用了药之后呢 跟着入到心反了 那就出现这类的问题了 那如果那个病人呢 他听到呢 那个心 那个心雜音是很大声的 OK 那一般来说呢 心脏衰竭啦 还有很强烈的心跳啦 还有呢 就是那个喘气啊 不够气啊 这个的 那还有呢 很多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那个身体那个 即风湿性的痛呢 是会走来走去的 是游走性 很尖锐的游走性的 那当然啦 那病人遇到这些情况之后呢 会很惊慌啦 OK 那 就是 还有呢 它那个 那个杂湿是很大的 OK 那通常呢 如果是跟那个 那个 风湿性 或者是前身 或者是相关的心脏病呢 越生越贵 一个很好用的疗剂 那所以你看到呢 在同学疗法呢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疗剂 那似乎那个病人的情况啦 就是说这个眼颈蛇毒 通常呢 是很严重的心反的问题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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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心窄音是很大声的 那但是呢 是用在什么呢 用在一些 一些小朋友 小孩子呢 这种的心反病呢 这个眼颈蛇毒 是非常非常之有效的 那 另外一种呢 就是那个赤金槽 那赤金槽呢 就是那个医生呢 就是用在一个心脚痛 很严重的心脚痛 用来用去都好像用不到 那最后才找到的 是 那这个当然呢 是一种赤金槽呢 那个阵营呢 就是一些很强烈的那种痛 好像一些插你的心 那种痛的 那遇到这种这样的心脚痛呢 好像有些东西在那里 插你的呢 这种呢 这个疗剂呢 是赤金槽 OK 那我只不过呢 介绍呢 就是同学疗法里面 很多疗剂的应用的指引是怎么样 好 那其实呢 就是心脏呢 心脏都是真是我们身体里面 一个呢 很重要的那个的机能 那样呢 在那里主管了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生命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都不要这样立暖呢 是乱那么用药啊 那些东西那样 那样呢 同理疗法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也都是没有一些不良的副作用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大家如果真是不幸运 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请首先就是考虑一下 用那个同理疗法先 就不要就下下呢 就只是呢 是盲目地相信着那些所谓的医学报告 而令到自己呢 也都可能就是 令到自己的心理负担呢 更加重了的时候 心脏的负荷呢 更加更加弱一点 而且不要走错路 是啊 最主要就是 是啦 我以前都说了 弱壁什么都不能行 就是你走错路呢 那我们再跟着用自然的化处理呢 就会麻烦很多的 是啊 那刚才医生都解释过 或者引述过呢 如果心脏病可能 就是有些什么的情况出现了的时候呢 那真是如果我们的听众 你身边的朋友或者家人 有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呢 就多加留意之后呢 就再去真是了 找回正确的道路去走 介绍了只可以初步介绍了几个疗剂 如果真的有些朋友 他们有跟袁医生上过同理理发堂 那些学生的呢 都不妨可以再深入研究一下 了解一下呢 可以试用一下的 但是如果当大家不是太认识的时候呢 都是请你们呢 来和医生约见那个时间 那让医生去帮你们处理啦 好 今天麻烦了 多谢袁医生和我们今天的分享 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的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运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的啦 好 今天麻烦了 袁医生拜拜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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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